因为你们没什么声音 不太多说话 人家觉得我很斯文 那是错的 我是闷骚 你是真闷 对 咸咸咸咸咸咸 真的 兰连先生 听到这首歌曲 竟然干我这单点的实力派 跟您这个歌声比起来 我们就写了这个花拳秀腿 单点高音上去 不得了 说到这个好久不见 这个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有做一些电台广播节目 广播节目也在做 前一阵子还听着 一些妈妈的打麻烦的老朋友 我说的样子是说 现在在做聖宿 做那个派人是派到这样 是乎到这样 让我们咬到的脚器 可就是演技什么时候琢磨出来的 我们都没感觉到 其实有一次蛮有趣的 我们第一个戏是演 跟江淑纳唐拉演那个 命运的策略 是一个反派 对 那个戏还好一点 那个戏就是比较乡土戏 并不是反派 但是最近演了几个反派的戏 真的有点麻烦 多出以后就要被骂了 在口骂 观众派入戏 不过那也是 真的被骂也是蛮成功的一种反应 这个杨烈的歌曲 我刚才讲 海外经常要模仿的 这个说到你的歌 其实我们在学 学不到你那种 真正骨子里那种杨烈的那种力道 知道吗 只能从口形上 干到你的歌里 就可以体会出来 my friend 我只是一点皮毛而已 不过最具你代表最后的 每一次在海外 我一定不能少的 就是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 这个歌唱得也是红得很彻底 再加上我们旁边这些人 一些蟑螂这样缩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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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讲的就很怪 今天一定要听他本人唱这个 没有人能跟他比 能跟他比中期的 如果能够 我跟菜头是一样的 不是说从头跳到尾 我怎么有结识 有适合我就来一家 好 如果能够听见 回味一下以前当年 一道彩虹时代的舞蹈 董承宏 不好意思 那就麻烦你了 不客气 不要影响你 不要笑出来就是好 有得爽 以前的姿势 但侨胞我们都知道 你也在这方面不遗余力 经常参加的行列里面 都有洋劣的这个中营 对对对 我经常参加巡回侨胞 那你的歌曲的音域管 音域管 音域管 音域很深 音域宽广 所以 怎么常常讲话 讲到这个上面去 怎么会走到那中间的音呢 有一次那个 飞哥在吃饭的时候 来来来 特别来宾很多了 吃饭时间到了 不要客气 飞哥 一个美女坐旁边 来自香港 来来来 给鹏当一个便单 等一下 中间音就出来了 给鹏当一个便单 常常讲到中间去 音域是很 古广 古广 这首歌 今天一定要听听看 每次啊 我觉得 这种歌曲除了流行 大家听听 甚至于到打发时间 但是其中要取异议的歌 就真的不是很多了 这叫《爱在沸腾》 对 《爱在沸腾》 也觉得这个歌也充足地反映出这个 你这个声音 这种杨烈的味道在里面 你的声音很迷人 很多人就想 对这个杨烈啊 虽然大家都知道你有家事啦 很多人 我有点 我有点朋友 没人的也是在问 哦 也是在问 杨先生就是人 不知道可以问一个导游 不知道问导游 那人有鸡啊 有鸡啊 不然我们没有鸡 对不起 没人的 时代没人的歌声迷人 但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那就是人家在插头 他说就是这种味道 这个人一看就不会花 这是真的 他私下演艺人员里面 没什么声音 不太多说话 你... 人家觉得我很斯文 那是错的 我是闷骚啊 你是真闷 对 缠缠着沙瓦工 真的啊 而且这个 有一次听她拿起电话 大概不能同事约吃晚饭 哎呀 才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 还是一位东营的一位日本太太 是是是 哇 结婚得很早 我结婚大概有22年 哇 已经是外国女婿了 哇 这个婚姻来讲 这个异国之间 当然你们到这么久 早就已经相当稳定了 前面有没有什么那种 民俗文化不太同的地方 我记得以前 还是会有 以前我教过一个嘛 就是洗澡要跟他们全家 我就不太好意思 你真的讲真的 那全家要洗我就不好意思 可是浴缸也蛮大的 那你以前有这样 一生你 一生你 我说不好意思 后来她说 因为你是外国人 你自己洗啊 你先洗 那我就洗完 当然洗完就把水一拔掉 都流光了 第二天洗澡时间又到了 请洗澡 那我要进去 她又敲门了 敲门 什么事啊 衣服是不是 毛巾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 因为你不肯跟我们全家洗 我们的习惯是 要跟客人一起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请不要把水像昨天放掉 我们还要洗你的水 所以听到原来是这样子的 是等于让我先洗 那我就知道 那我就这一次洗 我就不一样 就洗就是 就是在外面肥皂要先冲干净 用冲的 最后才进去泡一泡 妈一妈 临走的时候要出来还要检查 有没有什么 头发飘在上面那些 尤其是自然卷的那种 然后才在那后面里洗 对 那时候有没有这样 你结婚那个早 那个时候一定也是有这种风俗 没有 他们是有这个习惯 就是说很少就是一下子就进去泡 就是先在外面 对 把室里洗得很干净以后 然后要泡热水再进去泡 那一家人聊聊天 有的时候会 岳父跟你聊聊天 头上摆一个白毛巾 那你又赏了 那你又 还是会这样 大家坦诚相见很正常的 对 洗温泉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这样 就写什么汤之类的 对 还有这个男女共浴的也有 就是心情要放得真的很正经 照样一起洗 不过很多人台湾的观光团 听到这种混合浴 都跑去专门找那种 居心不良 一进去看都是欧巴桑 他这个人竟然很高养 很多人一群歌星在喝酒的时候 他进来的时候看开始 譬如说两点钟 啊 杨丽来了 我来干几杯的 开始聊天 大家喝到五点半 走的时候 哎 怎么角落里睡一个人 睡在那边 进来 进完了酒以后 中间这个时间都不见人了 都在旁边躲起来 到时候不叫他 第二天被打扫的东西 嘿嘿 笑脸 后来他们就讲 那下一次你干脆不用出席 没有关系 我们是希望你来 你就干脆摆一张照片 你的照片在那边 拿一边拿 这个杨烈这个歌曲啊 这个有没有说再要这个出发 再出一些片子的观众来 应该会有老歌 是 是 那自己做这个广播电台以后 跟演戏啊 这算你新的尝试啊 哪一样比较喜欢 演戏现在也蛮适应的 蛮适应的 但是广播电台其实是 也是另外一种尝试 希望能够练习 把话讲好一点 这个不太爱说话 这个问一句打一句的话 当然这是一个特色 有的人爱跟这种人共识 不过假以时日 可能你也会变嘛 反正也会亏 我如果变成一个尝试 我不知道怎么样 实在是 我现在觉得嘴巴越来越来说 不过是 放下来说就吃饭了 在说就吃饭了 有的时候要锻炼的时候 还跟小狗讲话 过来 今天这个节目 是 哇 这人是故意人 我不好意思给他闖嘴了 今天带来的一首国语歌 国语歌大家常听 当时他选了一首 黄茵茵时代的歌曲 对 这首歌我很喜欢 那他们那种唱法 都是一板一板的来 昨夜我撒下了泪 跟你的唱法也不一样 你的声音来唱这首歌 也一定非常好听 他是一个人的唱法 他人的唱法也不一样 他就会唱这首歌 也不一样